德国陷入了困境,因为贸易战对其汽车制造界产生了巨大的冲击,所以德国倾向于与美国达成一个协议,但是,欧盟的其他国家,则倾向于与美国熬战到底。 华盛顿时报近日报道称,欧盟拒绝了美国的零关税协定,并准备公布新的制裁名单,以对美国施压。 特朗普恩赐欧洲零关税协定,但前提是欧洲停止补贴,此前特朗普给了欧洲国家一个零关税协定,只得防止贸易局势的进一步恶化。 不过迄今为止除了欧盟和日本于上周签署一项领关税协定,特朗普与欧盟的谈判则没有取得任何的进展。 作为对美国钢铝关税的报复,欧盟对美国生产的包括波旁威士忌和摩托车在内的32.5亿美元的商品征收了关税,本中将陪同荣克前往华盛顿的欧盟网易专员萨西利亚马尔姆斯特伦表示, 如果特朗普不让步,他们将推出一份针对美国制裁的新名单。 欧盟对于美国乘用车征收了10%的关税,此前美国表示对欧洲出口的汽车征收2.5%的关税。 德国SASO研究所的一项研究发现,欧盟平均关税税率为5.2%,而美国为3.5%。 智库国际经济中心主任Gabriel Salberman称,欧盟不再是喜欢思考的自由贸易者的天堂。 而就在上一个月的G7会议上,特朗普向提遇6个国家,提出了零关税协议的想法。 特朗普表示,最终你们将得到你们想得到的。 你们想要没有关税,没有壁垒,同时你们还希望没有补贴。 但因为你们之中就有补贴工业的,这是不公平的。 所以你们想要没有关税,想要没有壁垒,你们就必须没有补贴。 这就是你们在沃顿商学院学到的东西,欧美冲突家居欧盟不惧应战。 但是德国或新存意念特朗普的话是对的。 但是市场也表明,最好的方式是无论其他参与者怎么做,都不要征收关税。 因为这会导致生产和消费成本的进一步上升。 对钢铝分别征收25%和10%的关税,使得美国与长期保持密切合作的盟友产生了嫌弃,并提高了使用钢铝的商品的价格。 这对于市场的需求,对于工厂的投资,以及就业市场的供需平衡,产生了负面影响。 报复性关税是不可避免的,这一问题可能会导致世贸组织面临化日持久的挑战。 沃德商学院管理和商业经济学以及公共政策教授安哈里森表示,关税是令人震惊的,因为此前几乎没有人认为特朗普会兑现他的威胁。 因为这涉及到美国最亲密的盟友,欧洲智慧表示,德国实际上希望达成一项协议, 以防止贸易局势的恶化,但是欧盟的其他国家却不这么想。 在政治领域,德国并不像媒体所说的那样,德国对于关税立场,是与整个欧盟一致的,至少这个观点在市场上是站不住脚的。 事实上,德国想要与美国达成一项协议,但在G20财长会议上,法国财长勒美尔表示,只要美国在纲率上继续征收惩罚性的关税,那么法国将不会与特朗普保持协商。 勒美尔继续表示,欧盟不会与任何拿着枪顶着他们头的人协商,欧盟对于美国汽车行业征收的关税高于美国征收的数额。 如果欧盟拒绝进行谈判,考虑大盟依赖于出口,这可能会对其经济产生巨大的影响。 此前,有官员是表示,由于贸易战的影响,全球经济增速将放缓0.5%,但是从目前的情况来看,这一估值未能完整覆盖贸易战所影响的范围。 在上周末,特朗普扩大了其在贸易冲突中的乱调,包括宏观经济管理,同时特朗普还控诉欧元区操纵汇率。 这在美国本国法律中是一个非常严重的指控,如果一个国家真的被试为了汇率操纵国,那么美国将会施加惩罚性关税,而不需要像现在一样付诸于国家安全这一理由。 除此之外,欧盟还会在其他方面,与美国存在分歧,比如法国永远不会放弃其农业税收政策,即使德国在某些方面,愿意和美国妥协。 但是德法两国的分歧加剧,可能会使得德国处于一个尴尬的境地,并且德国受到的伤害将远远大于法国等其他欧盟国家。 德国在欧洲内部贸易占优是其想要达成协议的关键业素在欧元贬值,消除财政赤字的政策是欧盟欧元区纾困战略的核心内容。 毫无疑问,这些政策对世界其他地区产生了外部影响,他们必须吸收欧元区目前相当可观的金产账战互盈余,可以理解为出口收阻。 因此指责欧盟的不公平贸易行为要比批评其宏观政策要难得多,对于前者来说,必须深入探讨非关税必来的问题,但宏观经济失和,是每个人都能看到的。 知名财经专栏作家沃尔夫·刚芒周表示,欧盟无法与美国对抗,并赢得一场贸易战。 对欧盟来说,最好的策略是采取双管齐下,首先,接受特朗普的关税政策。 这一做法对于荷兰和德国显然更为有利,基于欧洲统一的市场形成了一个内部贸易循环,其中荷兰和德国在欧洲内部交易中占优,而其他对外出口的国家还需要额外承受关税的影响。 同时作为一种约束性的义务,各国将其经常账户盈于减少到GDP的3%以下。 有了这样的双重方法,欧盟作为一个整体将会获益。 但问题是,最终欧盟能否在贸易问题对美立场一致,如果不能,只可能将导致贸易局势进一步激化。 如果喜欢本视频,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别忘了按赞哦。